不爽了对吧 明明说好的这个大涨怎么没有了 其实已经大涨了 因为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这个市场现在很大 你不能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想问题 就是你觉得出了这个利好以后就应该涨 实际上呢 大家也知道对吧 关于这个指数的情况 我们先来说指数 关于这个指数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我就画了这根线 就这个位置嘛对吧 这个缺口也补掉了对吧 本轮这个反弹缺口 你看它是用上跳空缺口的方式 补掉了一个下跳空缺口 就3189这个缺口 那基本上也就是说指数的反弹 有点像一步到位了 就是我说的是指数 对吧早上找到311 这个其实是应该是 这个地方就是3220附近对吧 那最高今天打到31219了 那这个位置也就是 肯定是有短期的阻力了对吧 而且开的有很高 开了百分之五点几 那么把这个跳空缺口也补了 所以我觉得指数反弹没什么毛病 而且等于情绪发酵嘛 这个一步到位也很正常对吧 所以那其后指数 只不过是冲高回落了 对吧 那么讲一下 这么判定说 后面反弹还能延续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三天之内这个缺口不能补掉 这个缺口 今天这个缺口是不能补掉 补掉了那就肯定没戏了 对吧 那就直接去干市场底了 如果是三天之内补掉 那就直接去奔着市场底去了 对吧 那么这个市场底就是 实际上就是考验 3000点的支撑了 对吧 就是这个市场底 那我觉得因为他本身啊 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觉得他本身 这个 就是 等于说这个反弹最高点 是突破了3200点嘛 对吧 那么接下来去破3000点的概率 相对就比较小一点了 就是后面会有市场底 因为市场底的时间也跟大家讲了 昨天你们都看过我的这个周评了 对吧 我周评 写周评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出这个 王诈吉的利好 所以我还是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跟大家讲 因为我本来想的是 本周肯定是反弹 这个修复反弹周 那么修复反弹周 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应该正常应该是今天还要踩一下 从明天开始 但是因为王诈出来了嘛 王诈利好出来了 那么也就是反弹的时间往前提了 提了一天 这个这个也很正常 因为本身呢 也给大家说了 对吧 包括这个上证指数 对吧 从这个 这个是一个前面的嘛 对吧 前面就是那个 这个叫什么 就是 政策底嘛 对吧 政策底的高点嘛 到这个 就是 政策底的高点嘛 到这里对吧 就是到周五的时候 正好是20天 对吧 那么也就是到今天是21天 21天是一个短期的变盘点 所以正常来讲 比如说没有利好的话 那么 今天可能再乘一下 对吧 就是往下再考验一下 这个周五的低点 那么 明天也会反弹 但因为有利好了 他就直接反弹了 只是说这个反弹 可能大家情绪早上 就打得比较满嘛 就直接顶上去了 对吧 就顶上去了 那么 顶上去了以后 反正我也说了 指数据本来就一步到位了 就反弹了 这个 就这波反弹的高度 应该是一步 一步到位了 对吧 那么后面就看怎么走了 你要问我 就是我主观的判断 我觉得 这个反弹没结束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后面 今天可能没什么问题 对吧 包括今天下午吧 我现在说 今天下午 应该还是一个震荡局 就是震荡局 关键是明天 对吧 关键是明天 因为后面 你要等这个 五日军线走上来嘛 因为五日军线 甚至这个 之前是空头嘛 对吧 突然间上来了 而且你现在 离五日军线的 惯率率那么大 他肯定要等五日军线上来 那等五日军线上来 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 在这个地方震荡两天 震荡两天 五日军线上来了嘛 形成了支撑 那么震荡两天呢 也就是说 缺口不补 后面应该还是会上 那么再往上呢 干嘛呢 就是再去 确认一下 3219这个位置 是不是高点 比如说 确认3219 哪怕盘中打过一点 又回来 就收盘 只要站不上3219 那么就代表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 利好政策的一个高点 那么后面 其实进入到 九月这个中旬后 对吧 或者说是 这个从九月中旬开始 那肯定要去找市场地了 就还有一个下阶段 因为肯定是 这个地方肯定不是 没有 就是3053点 并没有确认 说是这个 就是市场地 对吧 那我 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 因为指数打过了 3200点以上 所以接下来 直接去破3000点的概率 相对偏小了 那你要问我 破3000点概率 概率是多少呢 我估计大概 只有30% 只有30%的概率 所以那当然 破了3000点 就是市场地 你不用看 你也就推仓位 但问题是破3000点的时候 就指数来讲 可能有低点 那个股可能 很多个股应该是没低点 很多个股的低点 就在上周五了 对吧 就是在上周创出来的 当然不一定是上周五 每次个股都不一样 就大部分的个股的低点 可能是在上周 上周就创出来了 对吧 那么后面 其实因为你要知道 后面指数再要跌的话 或者说指数再要往下 砸出市场底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带指数的东西 地产啊 这个金融啊 这些东西还得跌一下 还得跌一下 那么这个事 反正后话了 对吧 我们就讲 本周后面的几天 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缺口不能补 这个缺口不补 那么后面 指数来讲 应该还有反弹向上 就是再要去确认 这个高点 就3219这个高点 还要再去被确认一下 这个是从 指数层面上来讲 那么其他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的 创业板啊 这些都是一样的 对吧 创业板唯一的遗憾 是没有把这个缺口补掉 没有把这个缺口补掉 正常我本来想的 也就是在这根线啊 就在这个地方 我画了一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地方 应该是反弹 能冲一冲 对吧 没有补掉 然后这是 这个生成值 那生成值稍微有一点远 你上方缺口有点远啊 那么 反正都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说一下 最重要的就是客创板 最重要的就是客创板 那么客创板 我并不是说今天 他一定要去补这个缺口 而是今天我觉得 到收盘的时候 到今天 就是下午收盘的时候 客创板的涨幅 就是客创板的涨幅 目前是2.91 对吧 我觉得客创板的涨幅 最好能达到3%以上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比较 这个鲜明的这种 反击的信号 如果客创板的涨幅 不能够达到3%以上 对吧 以上 后面 这个本周吧 就是本周后面回踩 不把这个缺口定掉 或者说是直接把这个缺口给封闭了 那我觉得客创板 其实这个地方 客创板就是一个相对的大底 就是一个相对的大底 那么 虽然后面我觉得 就是他客创板跟市场是一样的 跟指数是其他指数一样 还会有较回踩的 但这个回踩有可能就 破低的概率就小了 破低的概率就小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后面我们要重点看一下 客创板是不是成交量能持续的 放出来 就是成交量这边先出来 那么因为 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如果一轮行情起来 资金一定是从最小的阻力方向去做 弹性最高的肯定是最好 弹性最高的阻力最小的 就是我们讲的所谓阻力小 就是在这些指数里面 客创板指数也好 创业板指数也好 对吧 深层指数和上证这个指数 就这些指数所包含的这个个股 整体来讲 目前市值最小的 就是应该这么说吧 就是你体量最小的 对吧 就是整个体量最小的 那你说 客创板搞个1000亿进去 那客创板就飞起来了 对吧 就是体量最小的 还是客创板 那既然体量最小的是客创板 那毫无疑问了 客创板将是 有行情的时候 最容易被打出高度来的 因为这个就是 就像我们炒股票一样的 对吧 一个板块里面有小盘股 有大盘股 那当然小盘股 更容易起飞了 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20厘米的票 小票容易被资金打上去 因为它又动用的资金少呀 对吧 就容易被资金打上去 那么换句话说 也就是说 如果客创板都不能够率先 打出赚钱效应 或者率先能够这个就是反转的话 那你别指望说什么 上证指数有大行情了 有大牛市了 这种 那不可能的呀 对吧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要资金 你要知道资金的这个取向 是很重要的 对吧 就是资金永远会找 这个最有利于它的地方去做 所以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那你觉得 呃 增量资金来了以后 对吧 它也会找低位 而且关键是有信力 对吧 率又比较低 然后弹性又比较好 对吧 就适合 不是说 现在搞 就直接搞到了一万五千亿 适合那些增量资金 慢慢来了 对吧 能够这个上升位 或者说能够打资金 那毫无疑问 是客创 怎么客创 为什么 是成为 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了 对吧 我的标准就是至少要3% 阳线如果拉到3%以上 它才是个合格的反击阳线 或者说是反转阳线 然后基本面上也跟大家说一下 周末大家都知道 出了这个王炸级别的这个利好了 然后因为我也解读一下吧 就是 首先降这个樱花税 对吧 比市场预期的要好 本来市场预期降 20%的 结果降了50% 就对半开了 对吧 就降了0.5% 然后呢 当然降樱花税这个东西呢 本身应会的税是 证监会交易所是没有这个权限的 对吧 它需要这个更高的级别来批 对吧 来批 所以这个肯定是 财政部上报 对吧 然后国务院来批 那么既然已经批了 那就说明是吧 这个是最高层的这个意愿 对吧 希望把股市能够提振起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关于什么呢 就关于这个 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IPO的这个节奏的问题 对吧 就IPO现在实际上 等于说 市场大家对于这个 今年的这个IPO的数量 包括债农资啊 就是 怨声很大 对吧 觉得整个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存量市场 然后不断的抽血 然后又对比了一些美股 对吧 美股是每年400多家退市 然后回购啊 真正实际上 这个就是回购的资金 要比这个IPO的这个 这个募资还要多 对吧 所以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 那么现在这个 对于IPO的这个节奏的管控 那肯定是 本身也是一个 考虑到二级市场的承受问题 对吧 所以交易所这块也是会考虑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实际上是什么 就是我说的 其实IPO这个融资呢 不管怎么样 对吧 它可以根据二级市场来调整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 就是债农资 因为债农资 如果你没有更好的这种方案 对吧 出台的方案 没有更好的管控的话 那债农资这个东西 这很吓人 对吧 动不动就是 又这个 这个 融资了 又什么去收购了 对吧 就是这些上市公司 而且关键是什么 审核 你的标准是什么 对吧 到底是你这家企业的需求 社会的需求 还是说 整个资本市场的需求 对吧 就是你要考虑的是多方面的 所以我觉得 A股的债农资这块 就定证啊 这些债农资这块 要好好的管理 那么现在好的地方就是 可能 这个 你 亏损啊 对吧 或者跌破发行价 这些东西 你就 这个跌破进行资产啊 那么 都是不能够再农资的 对吧 这个我觉得后面可能还会有 有有细则 还会有细则 那 第三个呢 是来自于就是 减持 那么他这个减持呢 主要是对大股东 所谓的大股东是什么呢 大股东就是 呃 董 董监高嘛 对吧 就大股东这块 他们的锁定期是三年的 就不是一年的 一年之小飞 我们指的是大飞 主要是针对大飞的 小飞呢 我觉得 你没有理由不让人家减 为什么不让人家 你要当时人家投了这家公司 是为了支持这家公司发展 最后这家公司上市了 那他们的锁定期满了以后 就应该让他们减 而且是无理由的减 这个没办法的 因为 如果你不让小飞减 那以后就没有小飞了 因为没有人会去做创投呀 对吧 啊 那我投了钱 我都不能出来的 那我干嘛去投呢 是吧 就没有这种情况了 那为什么要制约大股东呢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 跟大家说一下 所以小飞这个东西 你抛完了就抛完了 对吧 因为他的占比不是特别的大 占比 绝对大的应该还是大股东 跟董监高这些 那么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投资者 上市 你上市不是募资吗 对吧 你上市募资 投资者买了你的公司 其实就是对你公司的信任 希望你公司发展了以后 投资者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 这回报分两部分 第一个是什么 因为业绩上涨 因为业绩好 股价上涨而带来的回报 第二个是什么呢 因为你赚钱 就是你有 每年能够赚到 多多的这个利润 然后呢 给到股东们分红 对吧 是这个道理吧 那么 这就是股东 你上市以后股东 这个就是大部分的这个投资者 就是你的股东嘛 对吧 愿意拿钱出来 支持你的原因 那愿意拿钱出来 支持你的目的 就是希望你把公司做好 没有其他的 对吧 就像我们在线下 大家合伙做公司也是一样 我投资你这家公司 比如你开了饭店 我投资你 我希望你饭店赚钱 好好经营 对吧 年底大家有分红 结果呢 结果我们现在是造成什么情况 就之前造成什么情况呢 就有点像举例子 然后 我把钱投给你了 你开了个饭店 对吧 本来你应该是看 开饭店好好经营的 结果呢 你变卖了饭店里面 所有的资产 然后你卷款 潜逃了 对吧 那我们上市公司 现在就在做这个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了这种先例 比较违规减持 你他上市就想套现 他上市最后就搞了几十个亿 最后套现走了 他根本就没想要经营公司 他上市的唯一目的 就是欺骗所有的投资者 然后他把你的钱卷走了 然后留下一地鸡 甚至于公司退市 跟他没关系 这个我觉得太恶劣了 对吧 那以之前我们看到的情况 就是这样 他是鼓励什么 就是有点像 你本身制度不健全 你鼓励的是什么 上市公司不是造假 就是套现 对吧 就是坑害中小股民 他们上市只有一个目的 但我不是说所有的公司 对吧 因为你有这种公司 有先例 那么大部分的人都会去 效仿嘛 对吧 大部分的公司会效仿 就给人的感觉就是 他们的上市的第一目的 不是为了 就是把公司经营好 而是想帮设法 把股民的钱坑了 骗了 然后呢 他们套现走人 那如果都是这样的市场 那你这种新股发上来 不是对市场有造成 更大的伤害吗 对吧 关键是什么 因为如果你违规减持了 对吧 或者你造假了 成本太低了呀 对吧 我们之前也看到过的 成本太低了 上市公司造假 就罚了50万 那不是鼓励造假吗 因为有这种先例 那所有的上市公司 就在想的是 我怎么能够骗你 对吧 他不是想着 我怎么好经营公司 我在想 我怎么能够把你骗进来 那这个就太恶劣了 所以我觉得 透过这个这次 董建高 对吧 大股东的这个减持的细则 大家都看到了 主要就是对于 破禁破发的上市公司 不能够 包括亏损了 对吧 亏损了 上市公司 不能够减持 第三个是 三年 过去的三年里面 这个分红没有达到净利润的30%的 就是你没有达到30%净利润的 对吧 这个分红 你也不能坚持 我觉得这是对的 对吧 就有点像 你都没有给股东带来回报 你自己先拍拍屁股走人了 这怎么可能呢 对吧 就像我把钱投给你 你开了个饭店 你都没帮我赚钱 然后你把里面的家当变卖了以后就走人了 这个他做不过去了 对吧 所以把这个事情一讲 讲出来大家都能明白 所以我觉得这个至少这个规定 就是这个新规 还是诚意满满的 对吧 至少还是对大股东是有约束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大股东要不就是把业绩做上来 对吧 有很好的分红 那你有很好的分红 你即使说你减持 机构资金都愿意接 为什么呢 因为接完了以后 他他有这个足够多的筹码的话 你还要给他分红 他当然赚的这个比例也大了 对吧 就我举个例子 我本来买了一万股 我分红呢 是按照一万股来分 对吧 可能分了一万块 我举例子啊 然后呢 我现在有十万股 还是按照这个比例分 那我不就有十万块了吗 对吧 所以大家是愿意的 因为就像优质的股票 我们这么说吧 其实你会发现 像茅台这样的股票 他确实是分红 这个方法还行的 对吧 他优质的股票 那你想想看 为什么没有出现 茅台大额减持呢 没有呀 人家很多买茅台的人觉得 这个分红啊 各方面都还行 对吧 就他能够 能够给我赚到钱 只要股价波动 不要太大 那么这个是 就是我们讲的 关于这个大股东的 这个就是减持的问题 对吧 那么 实际上就是 能够分红的公司 它本身也没啥太大的 减持的压力 为什么呢 大股东本来 他需要有一定的 这个持股比例的 不然你就 失去失控权了 对吧 那你想我家公司很好 我每年能赚好多钱 对吧 我又 我是又是大股东 比如说我又控制了 百分之四十级的股 股权 那是不是分红 我分的最多呀 对吧 因为分红就算照 实际的这个 持股比例分的嘛 我当然不愿意减持了 我干嘛要减持啊 我每年能分那么多钱 我减给你们干嘛 减给你们 你们不是 比我分的还多 对吧 所以 真正的好公司 你会发现 没啥减持的 你还没有什么 更大的减持需求 而往往是那些烂公司 他一上来就想坚持 所以以后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新规出来以后 其实 很多人说 那我现在是应该买烂公司 不是的 你反而要抛弃烂公司 因为烂公司啊 烂衣服不想上墙 为什么 他从一开始 上来的时候 就是因为制度的问题 他就是想来骗的 然后呢 因为现在修改了规则 他骗不了了 他骗不了怎么办 那你以为 你以为他骗不了了 他就能把公司经营好吗 不会的 有可能越来越差 越来越差的情况是什么呢 他没法分红 对吧 他自己也没法套现 最后这家公司要退市的 所以 如果说业绩有瑕疵的 公司本身有瑕疵的 这些品种 我的建议是你不要碰 或者说 手里有的 你也能掉 换 换股票 对吧 至少换到 你看得到业绩的 对吧 确实行业的一些 标杆的 甚至于说 接下来的行情 我觉得肯定是有利于 白马蓝筹 因为为什么 这样的话呢 其实他就是 从这个条件上来讲 其实他就是 又再次倡导了价值投资 因为就是他希望 投资者去买一些 有价值的公司 对吧 那不就是价值投资吗 所以接下来市场的风篇 会慢慢的向价值投资 又开始转 那因为之前 你们看到的 机构因为这两年没有钱 募不到钱 被市场上的量化 这类资金 对吧 包括甚至于 短线的这些油资掉打 为什么 你没有钱 你没有办法买 这个把这个 比如说一些 好的股票跌下去了 比如说现在 这个估值也合理了 你也没钱买了呀 对吧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 这个类似像什么 麦瑞一样 这类的公司 对吧 那你也没钱买呀 你没有更多的钱去买呀 对吧 你看着它跌 所以呢 后面呢 这些公司如果能够帮你 这个带来比较好的 这个分红利润 那就不断会有资金去买呀 把它买上去 对吧 那换句话说 市场就这点钱 对吧 虽然还有 有增量可期待 但是大家比如说 都是这个集中在去买一些 这个比如说买个 集中在一千多只股票里面 甚至再多一点 两千只股票里面 那其他股票就会越来越失去流动性 所以你不要以为 这个出了这个政策以外 以后 会更有利于小票 不是的 小票也是要看好坏的 对吧 就是垃圾股还是要远利 美国股市每年有四百多只股票退市 我们A股退的太少了呀 对吧 退的少才会控制IPO 如果退的多呢 就不用控制了呀 有的股票上来就没用的呀 对吧 所以你还是要 这个业绩这块还是很重要 包括行业的地位 这些都是很重要 有些小票根本就没什么意思的 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炒 那种什么猛顾力之类的 对吧 炒呀 反正这个都是炒 你就知道了 炒完以后就一地鸡毛 因为本身这家公司也不是行业龙头 对吧 所以他只是市值 当时上来的时候价格便宜 市值小 被炒 这些东西是炒完以后就是一地鸡毛的 这个我希望大家就是明白 就是你要炒没关系 但是你炒完了以后 你得这个离场的 对吧 那好 那我们再说回来 科创50 科创50呢 实际上 我当然不是以这个科创50指数为基准 那么实际上讲的是科创版了 那这条来讲 对科创版是不是利好呢 我觉得是利好 为什么是利好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科创版嘛 科创版现在上市已经将近四年了 对吧 四年了 那么 也就是说很多的公司正好面临着什么 三年锁定区的届满 就是大股东 可以减持了 那现在问题来了 你大股东不是要减持吗 你科创版也得符合这个条件 比如说你是不是破发了 你是不是破禁了 你是不是业绩有亏损 对吧 你是不是过去三年没有分红达到30% 利润的30% 如果是 那么科创版里绝大部分的股票 就是你现在已经符合大股东减持的这个时间条件了 对吧 但是呢 时间条件符合了 基本条件没符合 那么这些大股东心里肯定很 就是很着急嘛 对吧 我到了时间我可以减了 但是因为现在我本身条件不符合 那就两条路了 那我得把股票搞上去 对吧 我得把业绩做上去 我得把找人做市值管理 对吧 就我要改变我的形象 对吧 在二级市场上的形象 这样我才能减 不然我也减不掉 对吧 所以最着急的应该就大股东 因为大股东持股最多 大股东最清楚他自己的公司怎么样 对吧 那么接下来如果一些相对比较好的 对吧 有分红能力的确实也能够这个为投资者带来这个 就是收益的投资收益的公司 那后面会被机构追捧的 因为科创板里面最先的是机构嘛 对吧 所以机构也不傻 还有一个就是我说的 因为科创板相对其他板块来讲 它的体量还是相对小 所以即使炒 可能也先从科创板炒起 对吧 因为毕竟不管怎么样嘛 这些公司还是相对比较新 然后呢 上来了以后呢 其实科创板的质量 就科创板整体发行的质量 要比创业板好 对吧 就是我们讲的 都是一些高新企业 那么这些大股东们 对吧 这些老板们 上市公司的这个失控人 也确实有这种需求 那为了这个需求 他也得干一下吧 就是说白了 哪怕做系 你也得做全套呀 对吧 先把这个 这个自己的这个 公司形象 公司业绩给弄上去 所以这是我觉得 科创板 而且科创板 是优先于机构资金建厂 为什么他有门槛 有五十万门槛 小商 我还进不了 对吧 那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 位置又比较低 现在就是 等于说在前面 那个八百五十三点的次低点 对吧 就八百六十五点 我们都在上周见到了 这么低的位置 相对来说 很多股票的价格是便宜的 对吧 我们先不说估值便宜吧 价格肯定是便宜的 那这位机构来讲 他没有理由说 这块阵地去放弃 对吧 这个就不符合这个逻辑了 对吧 或者说不科学了 对吧 你就是阻力最小的地方 你放弃了 那这不可能呀 对吧 这个不是阻力资金 就是受阻的阻力 预阻的这个阻力 那么什么叫阻力小呢 阻力小就来呀 筹码最轻的地方 一定是阻力最小的呀 不用说的 就是你能花一个亿 搞定的事情 你当然愿意花 但是便要十个亿 你愿意花一个一群 还是花十个亿 对吧 所以你肯定花一个亿呀 就是你的 你的这个资金成本小呀 压力小呀 对吧 好 那么第三 刚刚讲的第三个 对吧 那第四个部分实际上 就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放杠杆的问题 经历过2015年 牛市人都知道 当时的这个融资 对吧 基本上是1比2 1比3 再加上厂外配置 1比10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一个 就我们叫杠杆牛市 2015年 那么现在他 大家也看到了 对吧 就是所谓的融资的保证金 就是放到了0.8 0.8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八毛钱 可以借一块钱 这个大家明白吧 之前是一块钱 借一块钱 就是比如说你有 账户里面有 800万 你可以融到 1000万 就是你有800万 你还能 这个就所谓的 融资账户 还能买1000万的股票 对吧 那这个就是杠杆上去 以前是1000万的股票 买1000万 那么 现在就是 这个融资比例上去 那融资的这个 不是比例 就是 就是 融资的保证金 对吧 下降了 那么 在这个情况下 也就是说 管理层允许 放杠杆 放得更大一点 就是说白了 就借钱给你 炒股票 对吧 钱能够借的更多一点 这个大家都明白 那多出来的这个钱 不就是可以 给市场增加了流动性吗 那么这个流动性 你说 我杠杆可以放大了 然后呢 我IPO的这个节奏 给你放慢一点 然后呢 这个叫什么 在融资这个砸门 暂时 搞得严格一点 对吧 就在融资的时候 我的在融资就是那个 这个定征案之类的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 减持这块呢 我给你压住了 那也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本来漏水的地方 现在都给堵住了 然后呢 还给你放点水进来 那当然这个是 绝对的利好了 对吧 所以你肯定能看得清楚 当这些东西都能 你都能看明白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一轮行情 很快就会来的 对吧 虽然我们A股 有这个自己的一些习性 就所谓的政策底 完了以后 还要踩一脚 或者说再搞一个市场底 但这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就是我今天说的 今天不在乎你是 我要去抢券商 我要抢地产 重要的是 你能不能把仓位 给顶上去 你先把仓位顶上来 对吧 封地去买 就什么意思呢 你不要去追 就早上的时候 你不要去追 我这个早评 不是显得很清楚 我说盘中回落 你就是这种回落的地方 你就去加点仓 对吧 我自己反正肯定是 九成了 对吧 九成以上了 差不多买仓 肯定加仓了呀 因为 这个地方加 我只说时间不输钱了 对吧 我只是加那些 就是不是说 今天我买不到的 对吧 或者是掌停打开的 那些东西 我没必要 我只是说 他早上 早上开了五个点 咔 现在回来了 就涨了一两个点了 我就加这些东西 对吧 就是加车这类的东西 不会吃亏的 然后我加的主要就是 我今天加的是 跟大家说一下我的方向 对吧 在个股就不跟大家说了 我的方向就加了医药工程 因为医药工程 昨天出了利好的 这个利好挺大的 很多人他 因为目光他很 因为你知道 这种利好出来以后 目光都是放在哪里的 目光肯定是放在 这个券商呀 地产呀 对吧 我反正觉得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我要考虑 我能买得到的 而且要有性价比的 有的东西其实没有什么性价比 就是你也能买 当然买完了 可能也涨停了 当天也就涨了两三个点 那没啥意思 对吧 因为我不是说 我非要去赚这个当天的钱了 对我来讲 我就是要买 能够买得到的 而且性价比比较高的 那我加的就是医药工程 目前来看回报还行 对吧 就是买的两个票 都有3%的回报 都有3%的回报 就是低息的 因为他高开回落嘛 回落以后买了 买完的话 对3%的这个收益 这个其实是很好的 对吧 就是这种才是 你要去做的这个动作 你要去做的动作 当然就个股就不要来问我了 我也不可能跟你说 因为我重仓买的东西 我肯定不会跟你讲 对吧 而且本身盘子又不大 跟你讲了就没必要 那然后我就说一下思路 我就大概说一下思路 因为我加仓的方式 可能跟很多人是不一样的 对吧 因为我本身就有短线的仓位 那短线就搞强的了 对吧 中线的仓位留着的 肯定是就这种时候上呀 没有其他时候上 有人说那你上了万一套子 套住也就套住了呀 对吧 套住我也套住了 但现在因为有盈利嘛 我觉得也不大会套住 或者实在 我觉得差一点嘛 我到时候把仓位 砍掉一半 对吧 砍掉一半 我保证利润 那底仓就留着了嘛 对吧 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 因为很多股票都是 见底的嘛 那么还有呢 就是我一般选票都会选 先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已经公告中暴业绩的 因为没有公布中暴业绩 有可能会踩雷 这个事情呢 就还是规避一下 对吧 那已经公告了业绩的 我就不怕踩雷了嘛 对吧 基本上就没啥问题 业绩也是还挺好的 对吧 业绩也是预争的 这种呢 就是适合去搞一下 对吧 至少我觉得 他们也算是 就业绩没有瑕疵吧 也算是这个 不能算是绝对的白马骨 因为市值不大 对吧 不能算白马骨 但至少也算行业里面 还蛮好的公司 这个是 就是我 大概的思路 大概的思路 那么总结一下就是 我们看了一下 整个的 周末的这些利好 对吧 这些利好是比较 记得 就是它已经不再是 喇叭式的利好 口水利好了 而是实实在在的 它有规定的 有什么要求的 对吧 像不要降樱花税 降了多少 对吧 减持 你要符合什么情况减持 对吧 那这个保证金 对吧 就是融资保证金 降到0.8了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 都是有 有实实在在的这种 就是 呃 我们看得到的一些 数据的 那么当这些数据 出来的时候 今天市场走成这个样子 比如高开低走以后 很多人就 哎呀 不行啊 我要抛掉 你抛呀 然后我就关于说一下 抛的事情 今天早上是 7700亿的成交量 对吧 那我们讲过的 有卖就有买嘛 对吧 买卖双方是匹配的 也就是说 先有卖出 才有买进 对吧 那么卖再买先 也就是说 今天早上这个增量 一定是有增量来了 对吧 因为今天大概率是 万亿市场 那一定是有增量来 那么这里 这指数 指数这个下跌 有两个原因了 不是下跌了 就是指数的这个 这个指数的那个 回落了 对吧 指数的这个回落 有两个原因 那哪两个原因呢 我先说第一个 先说第一个 第一个是 嗯 我是 我因为在其他地方 讲课的时候 我已经提前讲了 对吧 我说周末有可能 要降印花税的 而且呢 因为印花税要 老大回来 才能够签的 对吧 所以有可能就周末 那你想 我也 我大概也能猜得到的事情 这个事情 一定是有其他资金 也能够猜得到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 所以呢 在这里面 就牵涉到一个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打开板块 也就是说 在券商板块 打开券商 券商板块 对吧 周五是有潜伏盘的 对吧 是有潜伏盘的 但也不多 因为他没有太好的成交量 因为本身市场收了 然后呢 地产板块 也是有潜伏盘的 因为地产板块 大家都知道 周末会处理好的 对吧 那整个地产板块 那实际上地产板块 出了一个比 比就是 为什么今天地产板块 后来居上 比那个证券还涨得好呢 因为地产板块 出了一个 就是比大家 讲言当中更好的利好 就是什么呢 只有地产股 是什么 是 比如说你是亏损的 对吧 你跌破金资产了 也能够什么 再农资 就实际上就是国家 要救地产 对吧 要救地产公司嘛 主要就是保交楼啊 烂尾楼啊 这些东西 对吧 还是要救 那么除了地产行业以外 其他都不行 对吧 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 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 也就是说地产 只要拿到钱 他就能活下去嘛 对吧 那龙道支就能活下去 然后呢 保证工程的进度 所以从 其实从这个 恒大 对吧 恒大这个在港交所 复牌的时间 大家就能知道了 对吧 因为恒大复牌 就代表恒大短期 就是止血了 对吧 那么再加上 碧桂园也是这种情况 所以呢 这是一个很鲜明的 就是港交所那边 出的这种公告 往往就代表着 房地产板块 短期可以止血 那么所以今天 房地产板块 后来局场长得比较好 这个是两个 今天呢 就是 呃 长得比较好的 周末都是有资金进去 但是 也仅限于此 什么叫仅限于此呢 就是 周五的时候 大概 大家能够猜得到的 就是这两个方面 所以即使这两个方面 猜到了呢 因为对于很多资金来想 他想象的就是什么 冲高回落 对吧 冲高回落 但是他没有想过 降印花税的后面 还有四个配套 也就这么说吧 这个最高层 签署了这样 印花税 那你想想看 从证监会 到交易所层面上 大家是不是都要 这个响应 这个最大的利好 所以就是后面 我们看到的 对吧 对上市公司 董监高 大股东的这个 坚持的要求 然后怎么 放杠杆 对吧 放杠杆 这个是交易所 可以搞的 证监会 交易所可以搞的 对吧 然后呢 IPO的这个节奏放缓 所以这些东西都来了 就是四大王杂就配套了 对吧 那么 这个配套是什么呢 是 大部分人没有预期到的 所以我们 我们讲的叫做 组合权利好 就是 能猜的大概 都是猜 这个叫做 降印花税 但是除了降印花税以后 还有的组合权 大家都没猜到 所以这个利好 周末的利好 肯定是超预期的 这个毫无疑问 对吧 就不用去 这个你就不用去 争了 利好就是利好 然后 那这个利好 是不是很多人都没有准备好 特别是谁没准备好 大的资金都没准备好 为什么 如果准备好 因为在这之前 你看 我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之前 整个大盘是沿着五六均线下跌的 沿着五六均下跌 它不是沿着五六均上上 那你知道 趋势的逆转 它一定是有外力的 对吧 那么这个外力 什么时候来 大家都不知道的 所以在这之前 我举个例子 我们普通散户就说 哎呀 我卧倒了 我不看了 对吧 你可以这样 但这位机构投资者 比如公募啊 大型的私募啊 对吧 还有一些大的资金啊 对吧 比如说这个社保啊 或者说是这个保险 保险啊 对吧 这些 甚至一些量化 对吧 都是大的资金 他们可不是像我们这样的 因为人家要做对冲的 什么叫对冲 他手里有现货 又不能抛掉 什么叫手里有现货 不能抛掉 比如说 公募基金对持商有要求的 对吧 你不可能什么 我抛到 全部抛完了 我空仓了 没有这是一说的 散户可以空仓的 对吧 大资金不会空仓的 或者说 他的本身的 像公募的制度 有些大型的事务的制度 他也不允许空仓呀 那怎么办 他既没有空仓 然后他又不想承担 股票下跌的 这个 巨额的这个 就是我们讲的 净值的损失 他怎么办 他就需要做对冲 对冲有两个地方吗 对吧 一个就是股指期货 一个是股指期权 就这两个地方 对吧 但比如说到周五的时候 他一定是放空单的吧 空单要对冲 下跌的股价嘛 就是股价在下跌 他就放空单 这样他就只好 空单那边算钱的 股价下跌 对冲掉了 对吧 或者说把损失减少 但谁也没成想是 这么大的利好吗 所以今天早上一开盘 就搞掉五个点 那正常来讲是什么 就你空单要爆掉了 对吧 或者说不能说空单爆掉吧 就你空单的损失很大 因为他这个空单 也是一路 这个砸下来的 拿下来的 对吧 他不可能光是星期五的 所以他只是说 这个地方空单要损失 因为股指期货是带杠杆的 对吧 所以他的空单 他所谓的做股指期或对冲 是在匀速波动 而不是急速波动 因为你的急速波动 它是容易什么 就是产生巨大亏损 因为你是杠杆效应的 对吧 我举个例子 你股票涨了5% 那他这个 你的股票涨了5% 他指数涨5% 那有可能他的 当天的损失 对吧 就不是5% 是5的N倍 这个大家能理解吧 那他当然只能做一件事情 他就要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叫做什么 抛现货 因为他手里是有现货的 不是没有现货 人家有股票的呀 既有股票又有棋子 对吧 那他怎么办 就抛现货 他把现货抛掉 那么是不是现货抛在一个高点 只要他一抛现货 因为这帮人手里的现货多呀 就是你想想看 你都做不了对冲的 说明你的资金量就比较小 对吧 你比如说 你一共就买了10万块钱股票 你做什么对冲 也不用做对冲了 一分钟就空场了 对吧 但人家不是 人家买了100亿 对吧 那人家买了100亿 他帮了要做对冲的了 不对冲怎么办 对吧 那他手里有100亿筹 那你说人家早上砸掉个 10个亿 20个亿可以吧 那这一砸 那是不是指数就下来了 股票就你看到的 哦 我早上开8个点 下来了 只有3个点了 那他这样下来了以后 就股指冲高回落 到现在 5个多点到现在一半 只有一半了 2.3了 涨了2.3% 就一半都没有了 对吧 那相对应的是不是 股指期货也是下来了 这样的话呢 他就可以把股指期货上的 空单平掉 平掉 就本来我要亏 比如说我这个 这笔空单要亏1000万的 现在我只亏了400万不到 对吧 或者更少一点 那他就把这个 亏的抛掉 抛掉以后 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因为他是双 就是 就是 股指期货是平掉 股票是抛掉 对吧 那抛掉的股票 是不是抛在一个高点相对 没错吧 开盘就开始抛了 好 那接下来他要做一个动作 叫做空头回补 就是要把 抛掉的股票再买回来 那早上他抛的时候 是8个点 现在买回来 可能只有2个点 3个点 就涨了2个点 他当中又有个5%的差价 所以这样的话呢 他就又能够逆向对冲掉 股指期货上的损失 这个答案明白吗 那么 这样的话 就是 他既做了一个差价 他筹码没有丢失掉 就是他的现货筹码没丢失掉 而且很完美的在日内做了一个差价 还找回了5%的利润 对吧 即使后面市场再向上反弹 因为他筹码没丢掉 所以呢 依然能够 继续的 这个 享受 比如说反弹带来的 这个回血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午的时候 成交量 第一小时放到了 这个 这个还不第一个小时 好像前半个小时 对吧 差不多 第一个小时 就第一个小时 这就基本上放到了 我看一下 三千 三千九 差不多吧 就第一个小时 第一个小时就六千多亿 对就放到了六千多亿 到后面是因为正常 就是在第一个小时里面 该卖的卖了 对吧 该买的买了 就交换嘛 就是 就是交换 那么下午其实就是很简单 就是看 早上卖掉的 这个 就是 部分的这个 呃 筹码 会不会再被买回来 对吧 就看下午的成交量 会不会有 有一定的回升 就买回来 就不要 说的很厉害 那 呃 还有一种就是 今天卖掉的 可能明天再回去 再会买回来 也有可能 对吧 他可能分批买 所以呢 这就是要做 空头回补 所以那 我这样一解释 大家就 看得很清楚 因为就你会不会对 这种今天市场的 指数冲高回落 有很大的这种失望了 对吧 因为我们要换位思考 如果换错你 你也会怎么干 你没办法 因为你要保护你的头寸嘛 保护你的这个 禁止嘛 对吧 所以站在市场的角度 站在大资金的角度 它一定是这样的 啊 然后 我们要做的 今天就是 对我们来讲 今天是个扶涨行情 对吧 本身是个扶涨行情 是先多家公司上涨 然后 我在这个 上一节课 在其他地方讲的时候 我也说了 对平均股价指数来讲 20块以下 都是空头陷阱 对吧 我今天也在这里补充一下 就是20块以下 就平均股价 你不看到20块以下了吗 周五的时候 就是空头陷阱 什么意思啊 就是20块钱以下的 平均股价 你站在一个时间纬度上来讲 它一定回到20块钱以上的 它的相对应的是什么呢 它的相对应就是 上证指数的3000点 我们以前一直讲 3000点保卫战 3000点保卫战 大家很简单嘛 那3000点保卫战 这个3000点怎么来的 其实就是上层考核 股市的标准 如果今天 到这个 到今年的这个年底收盘 上证指数跌破3000点 那你们觉不觉得 这个村里要换人啊 对吧 因为你就是考核指标不合格了呀 被你搞成这个样子了呀 都当当然换人 你不合格呀 那所以就是说 3000点之下 有可能会见到 但它不是常态 所以你在3000点之下 你冲进去 往往最后的结果 都是 能够有几百点的收益 就这么简单 对吧 那回过头来 我们讲平均股价也是一样 20块钱以下的平均股价 就A股啊 现在那么多公司 对吧 也不法高价股 平均股价搞到了20块以下 那你就知道了20块钱以下 就空头陷阱 你在20块以下 待的时间不会很久的 对吧 那最终都会回到20块钱以上的 那就是 那你就赚钱了 是吧 我说的就是一个平均值啊 对吧 退市的股票 这些不在我们的 这个考量范围之内 那你把这个东西搞清楚了 你就知道了 那今天比较难的地方是什么 因为今天 是普涨行情 基本上是普涨 对吧 基本上都是普涨就涨多涨少每个板块 涨多涨少 那么今天日内的其实就是地产 对吧 那地产我觉得因为今天 整体来讲还可以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可能地产跟金融这两块里面 我倒觉得地产可以多看一看 地产可以看一看 对吧 那么 其他的呢 就是按照 我教的就是你把板块打出来 就是板块的这个成交榜 现在还看 就是你要等到收盘嘛 对吧 你把板块里面的成交榜拿出来看 成交榜在前面的 然后到 再去看个股 这个在这个 因为 这个是资金属性决定 对吧 首先要看上涨的力度 然后还要看这个成交 成交量 当然本身来讲我觉得有量 就是有高度 有成交量 那是最好的 对吧 那么 这两个你肯定要占其中一个 但前提是什么 就是一定要涨的 指数是涨的 不能是跌的 对吧 那么在涨的里面 里面再去看 就尽量往前面去靠 然后呢 在这里面再去调股票 对吧 再去调 这个明显 强势的股票 或者这怎么说 有容量的股票 对吧 要不就有弹性 要有容量 然后在这些股票里面 做跟踪 后面有回财 那就借路 这样的话 你就能赚钱 对吧 因为今天看一天 你是看不出来的 今天因为为什么呢 所有的强度都在这里 都在金融跟地产这块 对吧 那你们看得出来 就金融跟地产 那地产相关产业内面 就是家具啊 这些东西 反正都是一样的 建筑 对吧 家具 然后金融这块 就券商啊 保险啊 这些 对吧 然后呢 今天这个电器设备 也还行 就电器设备 新能源这块还行 对吧 那么然后题材这边延续 最好的就是防污染 就是防核污染嘛 就是核污染 对吧 那么核污染就这些了 对吧 重点环保啊 你看都还强 环保了 对吧 结强装备啊 就是这一类的 对吧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海产水产品 对吧 水产品呢 就是因为大火骨 打出了这个 这个刺板的空间 对吧 那么刺板的空间呢 把这个国内水产 带回血了 对吧 还有一个呢 是这个种水一夜 对吧 基本上是反包的 那个尸体线 再加上白羊 这些张子道 这些都有 对吧 那么反正这块 肯定是重点的重点 就是看大湖嘛 对吧 就看大湖 就看大湖 那么然后呢 我觉得 数字经济这块 不会掉队 数字经济这块呢 值得去低吸 今天是可以去低吸的 对吧 比如说有人去低吸的 那个叫零点有数 对吧 这个 你也有数 对吧 这个是可以低吸 没啥问题 因为就数据要数的龙头 对吧 那么数据要数因为是 其实就是它在 这个上周的时候 是出现补跌的 对吧 就涨了以后 它出现补跌的 那么补跌完了以后 这个题材肯定是 强度是够的 对吧 那么在数据要数 这个里面 去找一些有辨识度的票 去做低吸就行了 那就是你要选择 说今天低吸的 就是这个方向 就这个方向 那么其他就是 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目前来讲 是看不清楚 那么 还有一块就是 那个叫什么 医药工程 对吧 医药工程里面呢 你就去找一些 这个 行业的一些龙头 行业的龙头 那么 类似于像什么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了 对吧 像Mari 1.2这种 都还行的 只是说Mari 1.2 应该充电有点高 因为它上方 都是有压力的 那么 回调下来都没啥问题 对吧 就是这些行业的龙头 都是可以的 就是医药设备 加创新一样 这一块 都是可以的 那么半导体呢 今天来看看 早上的 这个力度还不行 所谓的力度不行 其实就一样 半导体也得 涨3% 指数 半导体指数 跟科兆满指数 就是要共振 拉出3% 那就行 但是半导体 我觉得这个位置上呢 也是一样的 位置足够低 对吧 那它需要有什么呢 有一些 这个 其他方面的 这个 就是 确定性 那么比如说 我说的比如说 比如说什么呢 最大的确定性是什么 就是 财报记过去 就是那个中报 就是这么说 还有几天嘛 对吧 还有两天嘛 中报过去 那基本上 半导体的所谓的 利空也就 差不多释放了 那么这些利空 释放了以后呢 有利于半导体板块 能够慢慢从地步走出来 走出来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 整个的 现在我们能够 从今天的盘面上 能读出来的一些东西 对吧 那么今天反正就是 不管是指数也好 个股也好 对吧 它是个共振的 这个补充 就是你还很难得 特别鲜明的看到 真正后面 领涨的板块 为什么我说 能够看到市场底以后的 领涨板块呢 是因为房地产 跟金融 这两大板块 是当时 政策底的穿越 那么包括 今天指数上涨 也依然是政策底 对吧 它等于说是有点像 政策底的延续 所以强的还是他们强 对吧 就是他们是跟 职务共振的地产 券商金融 这些东西 是跟职务共振的 那么 什么时候能够 真正看到 政策底 而这个政策底以后 出现市场底 引领的主线呢 时间上 我觉得可能要到 九月下旬 九月底 或者十月初 才能看得到 对吧 那么 在这之前 比如说现在八月底 到九月中旬之间 那这个地方 应该是有一段 这个 就是大部分板块 都能够有机会的 叫做修复期 因为就是整个市场超低了 它需要有个反弹的修复期 来做这个缓冲 就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 因为今天是 这个因为利好消息 就冲的很高 对吧 它需要有个缓冲 也到这个地方 它要再上去 要缓冲 缓冲完了以后 如果还是预阻 这个地方还是预阻的 那么再回来做市场底 完成市场底 那就新的行情开启 所以新的行情开启 跟大家说一下 依然是这样 你一定要跟主线做 还是要跟着主线做 对吧 虽然可能后面 这个因为位置比较低起来 很多的方向 都会有一些 这个不同的涨幅 对吧 但是 主线板块 就是后面 市场底起来的主线板块 一定是涨得最多的 然后怎么判断行情 是真正的反转 一定是科创版领涨 就科创版 因为它的 所需要的 就整个 这个四个指数 上证 生成值 创业板 科创版 那个北交所排掉 因为北交所太小 然后这四个里面 其实弹性最好的 就是科创 然后它动用的资金也最少 对吧 然后现在 这个减持新规 对它有最有利 它没有理由 比其他指数要涨得差 如果这个指数 就科创版指数 比其他指数涨得差 你就知道 根本就没什么行情 所以任何一轮行情 起来 它都是有标志的 好吧 那这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就这么多 好